嗨,大家好,在这个视频中呢,我将给你分享如何将我们命令行中的这些操作呢,记录成一个绘画,发送给别人,或者是分享在你的网站上面 那使用的应用呢,是这个叫asknima,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应用单词,我也不知道读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实际上非常简单,它呢是一款基于命令行的终端绘画记录的一个这样的程序,使用python编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这个东西 它是基于命令行的终端绘画记录器,并且呢在它的网站上面有一个API 它呢支持一个jarsquid的这样的一个播放器,也就是说我们将命令行的这个操作呀,保存之后 它变成一段jarsquid的可能是一段json或者它画后的一个格式 在它的网站上呢,可以帮我们嵌入一个像它首页这样比较酷炫的这种格式 我们来播放一下它感受一下 那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播放一个影片一样,那这非常的酷 前面呢它写了很多的注释,然后呢它在这里面安装了它这个制衡序 那我也是Mac操作系统,我可以这样去安装 我印象中它是不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的 如果你也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那这就已经录制完毕了 同时呢在这个网站中有非常多有趣的一些终端的程序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是别人分享的 当然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应用呢分享在这个上面 供别人去欣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这登到一个主机里面好像在终端下做了一个游戏 看起来非常酷 好像是类似于瘫之蛇的这种游戏 那这个呢好像是一个二维码 看样子好像是可以输出一个彩色的二维码 这个家伙看起来还是挺慢的 他好像不太熟悉自己的操作 哎,出来了 果然是一个比较炫酷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 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刚才是怎么操作的 你可以也关注一下他们首页的终端程序 那这个呢我们也看一下 好像要跳舞 这是他写的一个设计程序 后面呢后面看不懂 那可以生成一串 这个好像是生物里面的DNA链这样的一个东西 看完了他都有这样的一些酷炫的效果 我们怎么去使用他呢 首先呢我们去安装 那安装的时候呢 他可以支持Linux和MacOS 以及Docker方式的安装 这个安装呢也非常简单 我就不阐述了 根据你自己的操作系统啊 你去用YAM或者apt-get 或者是Brew,Pep3都可以去安装它 然后呢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命令 其实也非常简单 大概呢就是这些的一个命令 而且呢他给了一个使用的 经常使用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都是什么 那第一个呢也是我最常用的一个 他记录一个终端的绘画呢 并且把它上传在这个网站上面 第二个呢他将我这个绘画呢 记录在本地的一个文件 LocalFair 第三个呢是记录的同时呢 去加一个自定义的标题 那下面这个呢是记录到本地 并且呢设置一个最大的这个限制 时间是2.5秒 这个呢我没有用过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试一试 那下面这个呢是重放本地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可以将你某一个绘画呢存成一个本地文件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可以去播放它 下面这个呢是在你的终端上面去播放某一个这个链接 也就是你可能提前生成好的这样一个链接 我们来尝试一下它吧 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一些软件 我使用REC 有一个叫 它正在数字化 现在完了 有一个叫EVE的 那我之前写过这样的一个去抓取新闻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那我可以使用这个Github去看一下 我们就不看那么多了 那这个时候我按一下Ctrl加D 那这里面提示我RECAD FINISH 就是已经记录我的绘画完毕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按一下回车 它就会上传在他们的这个网站 此时呢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一个链接 我们来点开访问一下试试 可以看到 那这是我刚才的一个操作 对吧 其实最常用的就是我刚才演示的这个东西 其他的只是参数的一个变化 你在后面加一个标题啊什么的 你都可以去添加的 那如果我是演示一段 如何去安装某个软件在Linux上 我就可以将它嵌入在我的网页中 那它在这里面呢有一个share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script的方式呢 去嵌入一个播放器 当然呢也支持Markdown的方式 你在你的Markdown原码里面 也可以添加这个 本质上呢它会 应该是会加一个类似于FM 这样的一个内嵌的东西 那这边呢会帮我们去生成一个缩略图 然后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跳转在 我们的这个播放页面 顺便来尝试一下其他的一些操作 我们来看看 嗯比如说这个代标题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 blade demo 那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面领行工具 我们来用它你有一个hello maven web no database cd hello 然后呢使用blade serve 运行一下 运行成功之后呢我也就不访问了 结束一下 我们将它回车上传 上传之后呢我看一下这个标题呢是不是发生了改变 我可以看到blade demo 这是我刚才书写的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呢 这个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演示了 你们可以去尝试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在写博客或者给别人去演示一段操作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将你的命令行绘画呢记录下来发给它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这个技能呢就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它 看完这个视频如果你还想学习到更多有趣的技能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为视频点赞 后面我会分享更多和编程相关互联网相关的一些视频 感谢你的收看